你没事吧 说没事那是骗你的 我爹现在这个态度 摆明是不想认我这个儿子 要是你 你心里能舒服吗 那你好歹也给他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他的股份是让我给骗走的 封满堂也是因为我 才折在川普英的手里 我能解释什么 你可以告诉他 你这么做完全是为了 让他远离是非之地 让川普英子更加信任你 你也有你自己的打算 我的打算能解释的情话 只能越描越黑 等这件事情结束了 我一定要把福满堂 完完整整地还到我爹手上 到时候再陪他大醉一场 图儿 你真是越来越像个男人了 师傅 你看 滨江县城一共有七数正在施工的项目 更麻烦你跑一趟 没问题 没问题 你 options какую人不中间 入手 我 你不iza 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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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过 踩点这事我来干排 结果是千叮叮万嘱咐 你还是擅自行动了 说话呀 你这一言不乏什么意思 我的错 我无话可说 安明同志 我理解你想要查明真相 完成任务的迫切心形 可我必须再次提醒你 你的身份是现阶段的最高机密 你若贸然行事 一旦身份暴露 对我们的损失将难以估量 我知道了 我以后会小心的 说说吧 你还掌握了哪些线索 您看看这个 这是 这是你们拍摄 实验基地的设计图 没错 根据面具侠的分析 重建的实验基地就在地下 我们俩已经约定好了 由他来排查新的实验基地 而我监视石川别墅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目前还没有 石川秀吉被川岛英子 送回别墅以后 就再没有出现过 而川岛英子 除了组织医生 对旁边的福利院儿童 进行身体检查以外 也再没有任何的动静 我本来想进去一探究竟的 这不 就被阿四逮了回来 才点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你还是尽快弄清 面具侠的真实面目 一定确保他提供的情报 安全可靠 我知道 您不说我也要揭开 他的庐山真面目 怎么样 怎么样 七处施工地点 分别设两间医院 两间学校 一间教堂 一间传行 一间纺织厂的女工宿舍 这七处全在地下 可没有我们的目标 不应该啊 重新修建实验室 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啊 就算它在地下 多多少少也应该有 蛛丝马迹可循呢 那会不会 不在冰江县城呢 不会 你想啊 基于实验的性质 必须是极度保密 极度安全的 滨江县是冯司令的老巢 这个地方的苦心 经营了多少年 再加上 丰满堂是提供药材的 所在区域 所以在滨江县重修实验室 是最可靠最稳妥的办法 那会不会 现在他们已经建好了 所以 我们根本无法掌控 他们的施工情况 不可能 从烧毁实验室到今天 这才短短多少时间啊 怎么可能 重建起一个实验室呢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实验室 是在某种原有的 地下建筑改变而来的 这样便能一开始 就将施工中的人员 和设施藏于地下 所以 我们在地上 根本就无法发现 他们的施工技巧 没错 而且这样的改建 也符合迅速恢复研制 推动药物实验的需要 如果计判真的 帮助过去 请不吝点赞 乞与 我们也会 出档好 开门 出档好 开门啊 看什么呢 熟悉熟悉工作 瞎看 看什么呢 熟悉熟悉工作 龙队长 你打出我的光了 自从那晚审讯之后 这是风泽要与龙所的第一次照明 此时 两人虽都不动声色 却同时在内心揣测着对方 风泽要通过观察龙所 希望判断出龙所是否发现了自己遗失在审讯室的指摸 龙所也在暗中观察着风泽要 看风泽要是否发现他自己遗失了那枚指摸 陽静一下 你们看 胡静 优优独播剧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在审讯室发现的 我想应该是在检测风少爷指纹那晚留下的 您说这只是一个巧合吗 就在刚刚我来您这儿之前 我发现他去了一趟审讯室 您说他去那儿干吗呢 你是想说他伪造了指纹 想销毁证据吗 是不是伪造 再咽一次就知道了 这不是宝贝女儿来了吗 你有啥事不敲门哪 跟门外处着 我不是看您在谈事吗 我这再大的事不如女儿的事大 快进来 进来 你出去吧 把门关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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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贵连 跟爹说 爹 你让金雪耀在我的世界 彻底消出现 我的队女儿 到底怎么回事啊 跟爹说 地下防御攻势 会不会就是那块空白区域 可为什么总览图上面有记载呢 这空白区域 差不多有一亩半大的样子 你还记得当初那张图纸上 标志的实验基地是多大吗 图儿 这两者会不会有啥联系啊 图儿 图儿 你心不在焉地想啥呢 我在想啊 今天我在实验室碰脑锁了 他说什么了 说到没说什么 看了会儿资料他就走了 他在跟踪你 我也是这么觉得 不会是因为那个 弄丢了的纸膜吧 纸膜要是被他捡走了 这下回就真死定 要现在这样 到时候你也只能死活不承认了 他要让我再验一次呢 再验一次的话 可不是手上套个纸膜 就那么容易谋碰过关的了 好歹我也是封家的少奶奶 你说那个妖精 当是下人那边那么说我 你让下人怎么看我呀爹 当初咱们还不如就同意让他做小了 现在倒好 什么事都背着我 他们成天出去偷鸡摸钩我都不知道 回来 我问你 那天晚上你把风则药从我这带走 他就没跟你回家 没有啊跟我回去了 我来找你干吗 一晚上没回家 一晚上没回去 他到哪儿了你没问出来 没问出来 所以那个妖精在我面前说一些 默奕良可的话故意气我 爹 我在跟你说那个妖精 你干吗老提我相公呀 闺女 听爹一句劝 这男男女女的关系啊 一个巴掌拍不下了 跟你这么说吧 二女征夫 主要是看男的 是啊 他要真跟你真心过呢 这外面妖精再多啊 都是浮云 怕就怕 他真的有了二心咯 他就是跟你在一起过呀 那也是装装样子 我这别的女人欺负你 别的女人是外人哪 欺负你应该的 可是他要伤了你 就真伤了你喽 要我管什么金学瑶啊 把自己的相公看中就行 爹 你说这些没用的道理我都懂 那你就告诉我 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这小子 夜路总多喽 终欲鬼 他要再敢搞事啊 我缝包子 饶不了他 老文元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想干什么 放手 你想干什么 说话 说话呀 不是吧 我走了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你有完没完 一个问题你翻来覆去地问 你不疯我都疯了 可是你就是不敢回答 我有什么不敢回答的 我告诉你 现在不仅仅是我想知道 我爹他更想知道 你爹 我抱怨 说你让金学瑶勾引走了 然后他就一个字地问我 说你昨晚去哪儿了 他在怀疑你风泽药 是 理由呢 理由就是龙所说 你的指纹有问题 需要重新检验 夜路总多终欲鬼 我爹让你小心点 要再出岔子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见我爹说过很多狠话 可是从来没有一句话 让我这么地害怕 风泽药 你到底干吗了 我偷偷 出去偷偷气 是因为他 因为那个女人 对不对 他会害了你的风泽药 你和风泽药要一个毛病 都不打招呼我去进入别人的房间啊 喝茶 这是我的房间 就算齐茶倒水也应该我来做 不 这是风家 我是风少奶奶 风家的女主人 这种待客之道 应该由我来 谢了 你真的 你真的非常沉得住气 我佩服你 真的 看着你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 做一个活死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明知道水寒冰的尸体已经下噪 你不隐姓埋明远走他乡 偏偏改头换面 杀了个回马腔 明知道我偷了你的照片 你还敢当着我爹的面 和水如烟两相对峙 明知道你的亲妹妹 为了你生死未卜 我好心好意送你走 你偏偏不领情还要回来 明知道我掌握了你一个晚上 不在屋里的证据 你还是死不认账 偏偏拉了我相公来垫背 清雪瑶 不 应该叫你水寒冰 你的身份 我俩可以心照不许 你可以装疯卖傻 你可以有所企图 那是你的事 跟风泽要无关 不要再把他脱下水 否则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要你的命 即使他恨我 我也不在乎你 风尚奶奶切了壶好茶 不过 不应该给我喝 说什么 茶呀 我们不是一直在说茶吗 火叫他 啊 уд 就是你一また饭 airport 好 你有点不听我看你 找你有事 什么事 你是不是跟我爹说 冯泽药的指纹有问题 需要重新检验 是 我要你收回这句话 理由呢 我不想看见我爹 跟我相公 一天到晚争锋相对 相公 自冯泽药新婚那天起 他昭告天下的新娘 好像不是您的 他也从来没有承认过 你的身份 冯小姐总为这样的 一个男人出头 值得呢 值不值得是我的事 用不着你管 该怎么跟冯司令说 也是我的事 用不着冯小姐费心 你就是铁了心 要跟我相公为难到底 是不是 冯小姐与其在这儿为难我 倒不如去问问 冯泽药她自己做了什么 我就是要为难你 冯小姐 龙所从旧国会 到辩子军 学会了一个道理 自己选的路 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 龙所是 凤子药也是 你帮不了她 走着瞧 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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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龙所啊 原来是想让他不要再为难你 结果他反倒激我说 冯玉玲 为了一个根本都不承认你的男人 你一再地出头 知道吗 然后呢 然后我就用这把刀攻击了他 结果 上面留下了他的指纹 他不是让你重新检验指纹吗 刚好 你用他的指纹 好好地教训我 可如果我真的用上了 可就变成你爹要找的呢 在我眼里 你风则药只是我的相公 我爹可以抓不到一犯 但是我的相公不能有事 即使你杀人放火 你也不能有事 你也不能有事 风雨霖 龙所其实说得对 你不值得为我真 以后除了我爱你 其他的废话老娘不想听见 风则药 你不用一遍一遍地提醒我 我到底有多傻 就像我叫你相公 你叫那个女人媳妇一样 其实我冯玉霖可以为你做的事 其实我冯玉霖可以为你做的事 还挺多的 对吧 你究竟是谁啊 我冯玉霖可以为你做的事 我是风则药 我冯玉霖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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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买了 从手一样 走走走 搞什么客气干吗 没有 没有 要等人啊 没 没 没等人 没等人 那这副网筷 是专门为我准备了 凤少爷 您找过什么事 没事 我听说 上次的检验结果出现了问题 楼队长还把你骂了一顿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干检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凤少爷 不是那样的 你真不知道呀 我跟你说 我 那天晚上 龙队长在审讯室 发现了一枚纸膜 他说那是你用来造假用的 这个龙左他就那么想让我死啊 你信吗 我 对 龙队长 其实我信与不信 那不都是无所谓的事吗 你说 我也就是个小喽啰 就负责检验的破事 那验出来是啥就是啥 你说别的 那我也不懂 你即使懂了 那我也管不着呀 你说是吧 龙队长也 对 管不着 对对对 那行了 你继续等人 我走了 好好好 您慢走 那 龙少爷 我真不是来等人的 我一个人过来坐坐 好 一醉放心 放心 要得你够在这儿了 钱带来来 不 我兄太太这个你还不放心 是是是 您 您放心 董事长 董事长 怎么走的 罗云 拉车的 你这孩子 你看你 你长眼睛了吗 对 对不起 小心点 全是 那个检验员果然有赚钱的门路 你走后大概半个小时后 一个中年男子现身 和检验员一道用了餐 他们好像很熟的样子 饭后 他们在验兵楼后巷做了交易 后来我找机会看到了文件带 里边全都是关于 辩子军军对武器配置的情况 再后来 那个检验员去了赌坊 他输了很多钱 文件带几乎都被掏空了 好 有此我们就可以断定 这个检验员肯定是靠卖便利军的情报 给革命党来赚取毒子的 没错 有了这些情报 加上龙队长的指纹 我们是时候给他点颜色看看 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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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人 不说的 不说的 你干什么我不管 我只想让你知道 龙所欺我太甚 我得让你帮个忙 怎么帮你啊 我只想让你知道 这个才是从文靶手上采到的指纹样本 龙所欺 这 这恐怕不行吧 有什么行不行的 再去碰碰运气 这是当初我在川岛英子房间里发现的纸条 这是龙所的笔记 没错 但是跟你 警察指纹有什么关系 他是川岛英子的人 在他们的眼里 我是您的人 所以 我想 你看啊 他这么不择手段地想扳倒我 目的 就是为了完全地控制 你的意思是 你是被冤了吗 司令 我向您保证 门上的指纹肯定不是我的 但是至于龙所 您知道 我曾经在资料室里撞见他 查阅地下设施的时候 他还在滨江县制这本书里 勾画出了您当年修建地下防御公事这句话 他到底想干啥 说不定 说不定有可能他会来告诉您 查阅地下防御公事的事是我干的 主任 有ці dari 谱 嗯 你们要请我们有型的权益 是啊 他们围着 快要有端齐 你们哪 你 还你们 你 我 您真的就没想过 把我的指纹 和啰嗦在一起演演 我总理您 特令的正房夫人去世了 兄弟们跟着吃素吃着小半娘 我肚子里的油水都已经吃没了 还有 那年我们让张光晴的部队打个半死 司令的天灵二 都让那根子给削了小半边啊 你们记得吧 记得 记得 快 记得 司令 特别恨恨 那就没点什么别的事 别的事 有 我第一次去春江馆开婚 就在捐逗元年 我不是听说 那年司令代理兵修建了一个什么 什么公式 就是为了抵抗张光鼎弟孙的 什么公式 你知道在哪儿啊 我哪知道在哪儿啊 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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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你们 兄弟们都让花点了 说您英明神武 说您英俊潇洒 红队长 太热 和兄弟们吃点瓜聊会儿天 你来一块 你来一块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不是你的可做那样 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 我来了 我来了 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 确实问了程庞公事之事 是 签证安全 我我我我我 他亲口问的我 我什么都没说 不仅问 上次我在资料室见到他的时候 他一直在查阅 这滨江县内地下设施的资料 司令若还有疑虑 不妨按照我之前说的 再验一次他的指导 真相必将大白 那就再验一次 程庞 是 程庞 封少爷 故地重游感觉怎么样 就因为我跟弟兄们吃了几块西瓜 你说呢 我不知道龙队长 您这次又是奉了谁的命令啊 要不你先提前说清楚 省得等一下你又自知耳光 我都替你觉得心疼 奉我的命令 我让你听到这个车身疯 谁知道什么 你都要有什么指导 你不能再赚了 你不能再去 我都会想到这里 你不能再去 你能再去 你不能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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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觉得奇怪 毕竟 立功心切了 又在我这儿摔了一个大跟头 想一雪前耻 这我都可以理解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 冯司令您竟然会相信他的话 就他 您可信其又不可信其我 既然他已经提到了 那就再验 也没什么大事 不是什么大事 验十遍验一百遍都行 好 谁叫咱深正不怕隐的邪 可是 那天晚上 知道卧室里有图纸的人 可不止我一个 既然给我验了指纹 那其他人是不是应该 也验一下 冯泽药 你这是狗急了乱咬人是吧 那天晚上我带着行动队的兄弟们 在里面埋伏 这指纹一定就是龙队长埋伏的时候留下的吗 兴许是之前兴许是之后呢 既然龙队长不是留指纹的人 怎么那么肯定指纹是什么时候留下的 我听见声音 我听见那个人拧门把守的声音 我听见那个人拧门把守的声音 说来说去 龙队长不就是不愿意检验吗 龙队长不就是不愿意检验吗 你少在这儿混淆视听 你少在这儿混淆视听 混淆视听 混淆视听 错了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待手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待手 既然都是知情人 凭什么我风则要验了又验查了又查 龙所屁事没有啊 你 好了 子凌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深圳不怕有邪吗 嗯 龙队 要不你就陪他验一个 好像是他死了这条心 来 我也验一个 行了 你别验乱了 深圳不怕有邪吗 玩儿 这行 为什么 我估计 你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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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结果出来之前呢 你们俩就在这儿待着 好 我们在这儿待着 你也不想要 我这儿待着 你也不想要 你觉得他最后的检验结果会是什么 我没有赌运 可是我知道撕裂回来死的人会是你 不是我 你觉得他最后的检验结果会是什么 我没有赌运 可是我知道撕裂回来死的人会是你 不是我 把灯给我撞起来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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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呀 你自己看看 不要问我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什么是最后的结果 我不想说什么泪好什么苦涩 什么让人受益折磨 不想再猜什么如果 不想再天烧起潮落 隐藏在远距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 如果自由是微笑的白鸽 它在我脑海里穿梭 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 如果眼泪是条悲伤的河 它在我的心中流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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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了喜怒哀乐 隐藏了喜怒哀乐 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 如果自由是微笑的白鸽 它在我脑海里穿梭 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 隐藏了喜怒哀乐 如果眼泪是条悲伤的河 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 隐藏了喜怒哀乐 如果自由是微笑的白鸽 它在我脑海里穿梭 隐藏在面具后的我隐藏了喜怒哀乐 如果眼泪是条悲伤的河 它在我的心中流淌着 我们就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